来自全国各地的同济会友 起居高雄展览馆 在美和科大与内府农工仪队的开场迎兵下 副总统萧美琴 高雄市长陈其麦 以及内政部长刘世芳等员都到场祝贺 萧美琴这次时表示 每次台湾有需要时 都能看到同济会的关心与协助 台湾人愿意出钱出力做公益的比例 也是全世界名列前茅 台湾作为世界良善的力量 在全世界需要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捐口罩 捐医疗装备 在别的国家有灾难的时候 有地震的时候 我们总是第一个去帮忙去关心 代表高雄市来感谢我们同济会 因为我们高雄市同济会 我们很多会凶会少 在吉兰叫做的时候 还是我们工业外团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同济人 首次在高雄展览馆举办的年会 不仅有来自各地的同济员 及家眷亲家同乐 现场还有一百多家特色摊位展出 带动高雄的观光文化 及经济潜业发展 历届以来50年以来 参加全国年会人数最多的 那有注册的人员就已经超过了三千五百人 那再加上一些眷属可能在现场的人士会达到五千人 这个在同济会来讲都是绝无今有的 把这次的活动年会到高雄来举办 也希望让我们所有的同济会友看到高雄的发展 这些发展对我们同济会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高雄区我们在社会服务方面 儿童服务方面都也做得非常的好 各局处来请他们扶导的企业都可以来参展 还有我们同济会这些各地的会兄姐也可以来参展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行销高雄 跟行销我们同济会的一个展位 国际同济会五十届年会 也同时表扬第四十八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 以及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少年及儿童奖 让同济会良善力量光彩绽放世界各地 新唐人亚客电视李俊荣台湾高雄 请访问